美好金门拒绝赌场 拒绝赌场 金门博弈公投将于10月28日登场 由各宗教团体及公民团体组成的反赌阵线 今天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 沉通表达博弈产业对金门的危害 呼吁金门人返乡投下反对票 只要是这次金门能够成功 反赌能够成功 将要终结离岛建设条例十之二 所以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场的战役 而我们这场战役决定了所有的领导的未来 这台湾经过没有意义的参与 既然要用这个领导条例 要来用这个促进经济发展 来做一个借口 这其实对金门人来说 真的要好好地散散 这个炮弹的岁月已经过去了 没有想到现在又来了一个银弹的公事 带毒瘾的人口 谁沦陷的最快呢 经常就是在地的人 我们从澳门 从新加坡都可以看到 还有马来西亚 云顶都可以看到这个例子 说是说要赚别人的钱 但是这个中国大陆那边已经摆明了 国台办就是不准 而且他甚至于可能不惜要断小三通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你就期待谁呢 我想就是金门同胞自己赌吧 由于博弈公投对金门影响重大 繁毒阵线曾呼吁政府部门比照先前选举状况 为金门加开船班与航班 但这个需求始终为获官员回应 如果以台北来看的话 台北光台北有30万人口 30万个金门乡民 但是呢 根本没有加班机 也没有加班船 相较于之前的2012年的县长 立法委员选举 那个时候就有加班船 加班机 那针对于这个部分的话 在10月12号的时候呢 我有很明确的提出这个需求 但是到目前为止 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 今天已经19号了 好像中央部会的官员 好像都没有回应我这个需求 拒绝赌场 拒绝赌场 荣耀金门 荣耀金门 你们可以用一票一票 每一个选票 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拒绝赌博文化入侵金门 除了各公民团体派代表 道场发表反赌意见 全国策顾问李希奇 也透过影片表示支持反赌 不过博弈产业 究竟会不会进到金门 还得靠金门人投票决定 原因是呢 原因是呢